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蔡国全 2002年49岁的蔡国全打算复出 并且计划推出专辑举办演唱会 可天度英才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意外 堵住了她的音乐道路 那一年蔡国全和几个朋友开车时发生车祸 幸亏抢救急时 她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在昏迷一个月之后才苏醒 总算是度过了危险期 可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严重的车祸导致她小脑萎缩 而且腰部受伤严重 下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日常生活都需要人照顾 如今蔡国全已经在养老院住了18年 一直靠好友和粉丝照顾 非常可怜 她的妻子在送她去养老院之后 就很少去看望她 即使每次去了 也是待一会儿匆匆就走 昔日一代歌王沦落到这般地步 真是让人感叹不已 妻子的行为更是令人心寒 2.林家洞 据港媒报道 林家洞拍戏出意外 已紧急送医治疗 据悉 林家洞当天正在拍摄 与彭于燕合作的新电影《前行的外景》 因为该场景涉及到多场枪战戏 所以便在现场搭建了一个 类似于废墟的场景 地上还布满了石头以及树枝 为了保证真实性 林家洞每一场戏几乎都是亲自上场 当时她正抱着一个小孩准备逃走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地面凹凸不平 导致林家洞被石头绊倒 她整个人摔倒在地 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不让怀中的小孩受伤 在落地的时候 林家洞用力地将身体偏向一侧 以至于用力过猛 落地后她身上多处受到创伤 意外发生后 一旁的工作人员立马上前准备 将林家洞扶到一旁休息 但她整个人躺在地上 完全不能动弹 情况十分严重 剧组随即拨打电话叫救护车 将林家洞送往医院 在经过一番救治后 林家洞已经恢复了活动能力 但还需要留院进行观察 3. 余子明 TVB离朝戏谷 在2022年11月10日病逝 中年78岁 余子明被誉为干草演员 入行56年来 她曾先后在力得电视 TVB VIU TV服务 一共出演了《寻情记》 《腾心风暴》 《鹿顶记》 《风神榜》等百余部剧集 虽说余子明没有表演功底 出演的还都是小角色 但个个深入人心 晚年时 好戏的余子明仍不断参演电视剧 有时候也会上台演唱 2022年年初 余子明就因缺血性中风入院 当时她身体左侧部分 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只能依靠轮椅进行活动 需要家人照顾起居饮食 在那一阶段 儿子天佑经常为老父亲 更新社交动态 与网友分享父亲近况 到了10月底 妻子再度上传父亲照片 分享近况 在照片中 余子明瞪大眼睛对着镜头 虽然老人家面容消瘦 但只要看向镜头 就会变得精神奕奕 天佑透露 父亲的情况并不乐观 病情始终不见好转 甚至出现浓坛状况 需要紧急入院进行治疗 遗憾的是 还没有尽享天伦之乐 余子明就离别了至亲好友 面对余子明的离世 一些圈内后辈先后再现悼念 包括港星吴海鑫 蔡思韵和导演罗家骏等人 4.迪龙 2023年2月10号 根据媒体报道 知名老戏骨迪龙和妻子 在开着私家车出行的过程中 发生车祸 一时间也试信 不少人的围观和热议 因为迪龙可是老戏骨 拥有超多粉丝们 粉丝们都在留言祈求平安 当天76岁的迪龙自己开着家里的百万毫车 带着妻子出行 可是在拐角处却与公交车相撞 车身已经刮花并且严重凹陷 不过值得庆幸的就是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迪龙和妻子并没有大碍 所以也没有送医 警察到现场之后进行检测勘验 按照正常程序办理 目前双方都没有受伤人员 只是迪龙妻子陶敏鸣非常心疼爱车 不过目前无人员伤亡已经算是好事了 希望陶敏鸣能够释怀 毕竟车子也是身外之物 何况修理一下就会好的 画面中的迪龙已经老太隆重 但是身材依旧是十分挺拔 看上去精身头还是不错的 不过网友们还是奉劝迪龙不要再开车了 毕竟已经76岁了 可能视力和注意力都没有那么集中了 希望他以后不要亲自开车 避免出现事故 5.失明 前段时间据港媒报道 前TVB老西谷失明突然传出病危 前夫李家鼎与小儿子李永豪沉默了一阵子后做出了回应 据了解 失明孕育所出现漏水的问题 连越来忙得脚头烂额 上周五他疑似因压力太大 不慎在家中摔倒 头部直接撞到地上 家人发现后将他紧急送医治疗 经过医生详细检查后 发现他的头部受到重创 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保命 术后他陷入了昏迷 其家人透露 失明仍在ICU接受观察 因药物和手术后医疗程序上的安排 至今昏迷不行 不过院方每天都会联系两人并报告失明的情况 失明已过了危险期 指数趋于稳定 详细的则不方便说太多 6.李建仁 根据港媒的报道 如花李建仁之前在内地工作时中风 曾命悬一线 时隔两年他首度公开露面 并与家人一起接受采访 分享自己的近况 曝光的近照中 李建仁穿着浅色外套和运动鞋出镜 打扮朴素 因为李建仁说话口齿不清 所以整个采访都是由家人代为回答 据不愿出镜的李建仁太太透露 老公中风前喜欢熬夜 爱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 还有不良习惯 生活习惯非常不好 家人曾劝他去做身体检查 但他觉得烦不肯听 没想到2019年5月 李太太突然接受医院通知 称老公中风昏迷了 当一家人赶到医院时 他已没了知觉 医生说要马上做开炉手术 否则有生命危险 手术一共做了4个小时 还算顺利 但李建仁身体太弱了 出现并发症 被送进ICU 幸好他挺了过来 待他情况稳定后 一家人带他回港治疗 李建仁手术后脑部受损 不仅影响了全身的活动能力 也失去了语言能力 生活一度不能自理 7.张志玲 不久前有网友发现 知名香港男星张志玲的工作室 发布了紧急声明 声明中就张志玲突然病倒 无法参加活动做了说明 声明中工作室称 张志玲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前往医院检查 结果不料被确诊为胆囊炎 介于张志玲的身体状况 于是工作室打算暂停张志玲的所有工作 后续的工作安排 要根据张志玲先生的恢复情况而定 目前张志玲先生在医院接受医生的专业治疗 希望张志玲先生能够尽快康复 8.Meryl男团事故 前不久偶像男团Meryl在香港体育馆 举行演唱会时发生严重事故 舞台上方一块矩形屏幕突然掉落 砸中两名舞蹈演员 伤者被紧急送医 演唱会随即停止 最新消息称 两人均在ICU接受治疗 其中27岁的李启妍 头部颈部受伤 今早受损颈椎修补手术已通宵完成 目前他意识清醒 能与医生沟通 另一名伤者轻伤 稍后即可出院 有现场观众称 合唱曲目表演开始10秒钟左右 就已经看到大屏幕掉了半边下来 随后整块砸下 当时其他人尝试从伤者身上移走屏幕 但没能成功 Meryl经理人黄慧君随即登上舞台 宣布演唱会因发生大型意外中止 呼吁在场观众有秩序的几场离场 约1万人自行疏散 此事引发公众对演唱会舞台设计安全问题的质疑 有20多年从业经验的资深幕后高层人士称 香港演唱会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严重的事故 9.李思琪 李思琪早前被港媒爆出不幸确诊 引发了外界不少关注 在经过长达一周的居家隔离 吃药之后 李思琪也是终于由氧转因 慢慢恢复了健康 在得知李思琪已经由二线变成一线之后 记者也是第一时间通过电话采访的形式联系到了他本人 在电话中可能是刚刚治愈 李思琪的声音显得有些沙哑 但是他也向外界拍了定心丸 自己目前的精神状态很好 希望外界不用过于担心 李思琪原本还以为自己只是轻微感染 但没想到他的病情还有一些严重 在确诊的当天晚上 他便出现了发烧的情况 第二天起床 他感觉身体没有太多的力气 而且开始咳嗽 甚至咳嗽的状况特别严重 一度都咳出了血 发高烧到39度 但好在通过医生的帮助 他按规定吃了药 病情才慢慢有了好转 在隔离了长达一周后 终于转因 他本来还有一个广告的拍摄工作 但因为面临突发状况 也只能选择延期拍摄 而他接下来一系列的工作安排都被打乱 令他也是相当无语 10.曾宋山 前段时间有港媒报道 香港知名女星曾宋山在拍戏过程中被灯砸破头 当场血流满面 被紧急送医治疗 引发网友热议 据悉 曾宋山最近正在拍摄新电影《查无此人》 在拍戏过程中 剧组的灯意外掉落 砸中了她的头部 事故发生后 剧组紧急叫救护车将曾宋山送往医院治疗 坐在轮椅上的她脱掉了外套 看上去有些可怕 好在她本人的状态还算不错 据曾宋山本人回忆 当时事发太突然了 头部被砸的那刻 她的大脑一片空白 只能听到导演让她冷静 不要害怕 直到感受到血流下来 她才反映过来自己受伤很严重 对于自己受伤一事 曾宋山一直都很乐观 并没有觉得自己破了像 对以后拍戏有影响 反而她认为 这次经历让她以后拍受伤戏 更真实 更容易投入角色 也算是因祸得福 看了众多老牌明星新一年的近况后 希望带给我们童年 美好记忆的他们 能够一切安好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再评论去告诉我 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咯